头戴安全帽不发一语 在两旁警察压制下快步走入警局 这名身穿黑衣的口罩男子 意思就是台南林时捷枪杀案的涉案枪手 男子低头沉默没有回应 这名27岁的张姓男子有枪炮前科 林时捷遭枪杀之后 专案小组在凶手逃一时 在高雄大株区弃支的第二辆权力车里 发现一枚口罩 精彩DNA后锁定张姓男子 而他12号下午5点多 在高雄任务区一间透天豪宅 遭警方逮捕 那有枪声开两枪不认识 因为他能住没多久 都一些年轻人在这边 我们跟他们在联动 邻居说当时有三辆警车来到现场 大约有三四人冲进屋内 警方攻坚没多久就把张姓男置服在地 最终顺利江人掌口带走 下午执行整个开始的一个埋伏动作 进行攻坚 那我们大概初步动员了大概三十多名的警力 我们会做很多方面的假设 然后也不排除会不会有其他的相关共犯 警方强调现场只有嫌犯一人 待人地点则是张南长期会住的地方 攻坚过程没有开枪 由于夜间不征讯 所以相关案情还有待隔天进一步的调查理清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